婚礼是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时刻之一 是新人们憧憬的爱情殿堂 也是成婚夫妻最难忘的仪式 近日,中国传统佳节七夕将至 记者来到宁夏迎川中式婚嫁馆 探访中式婚礼的奥秘 中式婚礼和西式婚礼 我们从目前中国的这种 就是现在对于婚礼的这种认知上来去讲 教堂式的这种婚礼会更多 比如说他们只有前半部分的 像现在咱们平时参加的婚礼当中 会有誓言,会有戒指,会有拥吻 但是呢,还加进去了咱们中国传统的 净差改口 正儿八经的西式婚礼当中 是没有这个环节的 牛俊从2008年开始做婚礼策划 至今已有13个年头 2015年时 他在北京参加朋友的中式婚礼 被现场浓厚的中国风所震撼 于是他决定从事中式婚礼策划 牛俊从学习中国古典礼仪入手 了解中国各朝代的婚礼 发现中式婚礼既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又在服装和布景上有很多可以改变的地方 这位追求差异性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像中式婚礼我们除了说是特有的礼仪和礼节以外 然后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做周制 可以分为汉式、唐制 然后甚至于像现在大家都会很喜欢的颂制、明制 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去做 每一个朝代不同的时候 首先我们在选择的服装、颜色、长布的色彩 甚至于一些道具的搭配上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婚纱是每个少女成婚前最看重的服饰 在西式婚礼中 洁白的婚纱包裹出曼妙的身段 圈粉无数少女的心 而中式婚礼的嫁衣 则更多了一分中华传统之美 相比于中式的嫁衣和西式婚纱的区别呢 就会比较大 首先一点大家都知道 西式的婚纱它的主要的重点在于 第一个是身上会有很多的亮片 很多的钻和纱这种层次感的区别 那么中式的服装呢 它就最直白的一点就是什么 第一面料 第二绣品 因为它中式的衣服 面料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色彩 但是它的绣可以有很多的色彩 那么再从头饰上来说 我们都知道 西式的婚纱 头纱和一些官会很漂亮 中式我们也不差呀 我们中式的官也可以很美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中式婚礼也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期待一场中国风的婚礼 像之前的话 我们在做这个中式婚礼的时候会很少 平均二十场里面能有一场 最多两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这几年不是的 尤其从去年到今年的时候 很明显中式婚礼的这种趋势 这种年轻人所选择的会越来越多 现在基本上十场婚礼当中 可能有三到四场都会是中式的 那么在二十场婚礼当中会有新人 一到两场的新人会去选择汉式或者是唐风 在做好中式婚礼的同时 牛俊也一直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他认为婚礼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通过中式婚礼能更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其实中式婚礼只是我们去让大家来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点而已 那么通过中式婚礼呢 然后可以让大家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